草屯鎮佳佬社區舉辦四代融合活動佳佬老搖滾 現場聚集了許多社區長輩及居民參與 場面相當熱鬧 活動內容中也有長輩演出、歌仔戲及打鼓等項目 使台下觀賞的觀眾掌聲如雷 卡路里和社區和社群 大家共同來辦這個活動 就是要連結 我們的一世代共和 三、四代都可以共同來五路 這就是我們的最大的環境 希望會有時間會常常來 基盤這個活動 先議員林永宏肯定洪理市長的用心 也希望未來能夠更落實長照的政策 加勞老搖滾的活動 我們今天的節目可以說非常精采 做到這個老搖滾的活動 來將我們的過去社區一年 所學習的做成果的展現 我們可以發覺說 一個社區的一個多元性 然後可以把它充分的展現出來 我們也期待未來 我們長照的巷弄感染店 可以很多力量來推行 先議員檢景賢看見台上精采的歌仔戲演出 給予讚許 而一系列的演出更是值得掌聲 來到咖啡里 可以說 世代的交替活動 可以說 加勞老搖滾 這個可以說是非常好 看到很多的老老基金 都準備來精采的表演 而且有歌唱以外還有舞蹈 甚至還有歌詞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精采 而且 公立市長可以說是非常用心 社區 煥然一新 先議員理座中希望 藉由這次的活動 能夠帶給社區長輩 更多的學習動力 與團結力 加勞社區發電協會 由我們 公立市長 跟我們 公總幹事長輩子 基盤 加勞 加勞 老搖滾 哪是 演唱會 空落 暗會 先吃暗中 散熱 基盤這個暗會 看到這個現場的氣溫 老子滾滾 整體台 我們每個社區 都因我們的行動 帶動我們政策 所有的生活 品質和氣氛 可以讓大家 每一天都快樂 注意 希望藉由本次的活動 能讓平時在社區裡 學習的長輩 有個舞台展現所學 更能將歡笑聲 帶給參與的民眾 記者李永勝草屯採訪報導